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宾州的莱海谷 这个被视为选举风向标的地区 正面临着即将来临的紧张选举 当地的民主党人对他们的基层运动充满信心 并且州参议员丽莎、博斯科拉和阿伦敦市市长马特·图尔克在专访中分享了他们的见解 博斯科拉提到,这里的选举结果对整个州有深远的影响 阿伦敦市的候选人图尔克则强调了当地民众对副总统哈里斯的支持 他们的观察指出,选民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经济、住房和移民等议题上 对特朗普的言辞感到失望 随着哈里斯重返宾州,并且与一些拒绝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共同出现 这场选举的竞争变得越发激烈 特朗普则在努力吸引拉丁一选民的同时,继续抨击移民政策 这场选举不仅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反应,更是关乎未来方向的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莱海谷,选举的热潮如同钢铁熔炉中的烈火般不断升温 这片曾以工业和劳动文化酌称的土地,如今成为美国政治竞技场的关键一环 不同的政治力量在这里交织,碰撞,一如往日的烟囱在夕阳下的剪影 民主党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基层运动 致力于在这个被誉为选举风向标的地区奠定基础 并影响整个宾州的选举走向 州参议员丽莎·博斯科拉在这个地区耕耘多年 他以务实的政治策略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福克斯新闻曾报道,博斯科拉指出 2016年特朗普在北安普顿县的胜利 与2020年的失利形成鲜明对比 莱海县因阿伦敦的影响通常呈现蓝色倾向 但农村地区则保有强烈的保守色彩 阿伦敦市市长马特·土耳克热情地谈论着 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背景 他在墨西哥城的一次全球市长会议上发言 吸引了不少外国贵宾对阿伦敦及其在全国选举中潜在影响的关注 土耳克表示 我来自宾州最摇摆的选区 阿伦敦人普遍支持哈里斯 他每周亲自造访选民 从中得知居民最关心的一题是商品价格 住房和就业机会 阿伦敦的历史如同一部时代的画卷 这里曾经是美国最古老的社区乐队的故乡 工业时代的烟囱伶俐 然而随着被塞斯达钢铁公司的关闭 这里经历了一段经济衰退的低谷期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 曾经的工业已只被现代化的赌场和娱乐综合体所替代 城市重获新生 博斯科拉在福克斯新闻的访谈中提到 民主党的基层运动在当地从不间断 选民们关心的问题多样 从财产税 移民到堕胎问题 无意不在讨论之中 他指出 来海谷的温和派选民往往对极端立场不感兴趣 这使得选举竞争异常激烈 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另一侧 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也在加紧脚步 他在宾州展开竞选 这是他本周第二次造访这个关键州 据美联社报道 哈里斯预计在巴克斯县的演讲中聚焦捍卫宪法与爱国主义的议题 并由一群支持他的共和党官员陪同 这些人对特朗普的领导表示不满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之一是激励黑人男性选民 而特朗普则试图吸引男性选民 尤其是拉丁裔群体 特朗普在迈阿密的一场西班牙语电视网 Univision活动中继续强调他对移民的严厉立场 尽管这有时与他对拉丁裔选民的拉拢策略 正如多伦多星报所述 这场选举是对未来方向的选择 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在全力以赴 试图获得每位选民的支持 哈里斯希望在密歇根 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这三个关键州获胜 已迈向270票的选举人团门槛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来海谷的政治氛围变得更加紧张 土耳克的评论引发了特朗普 宾州竞选团队的回应 强调选民渴望回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繁荣稳定 这场选举不仅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反应 更是对未来美国方向的抉择 来海谷的每一票都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一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从来海谷的情况来看 民主党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进行基层运动 正是他们展现包容性和务实性的体现 这里的选民 关心住房 就业等问题 明显能看出民主党在政策上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这样的策略不仅能吸引更多的独立选民 也能在长期内巩固民主党的基础 可以说阿伦敦以及整个来海谷的多元文化背景 正是民主党的强项 虽然来海谷的多元文化背景对民主党有潜在的优势 但不能忽视的是 当地依然有稳定的保守选民基础 共和党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已经展示出在经济和税务政策上的强势 这些保守派选民看重的是经济稳定和低税政策 而非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政策 此外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这个地区仍有强大的影响力 不可小觑 不过看看阿伦敦市长土耳克的基层运动 明显能够看到民主党在这个多元文化城市内的成功 这不仅仅是关于吸引选票 更是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生态 他们的政策针对性明显比共和党 更能解决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 从长远来看 即便保守选民有影响力 但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 民主党更能适应这些变迁 然而 对于那些因经济困境而转向保守选民的地方 特朗普的强势经济政策和对工业的支持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看看特朗普在2016年是如何赢得北M10县的 他的经济增长承诺对那些希望看到具体改变的选民来说 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而且阿伦敦的保守派选民也不会因为一些政策上的让步就改变立场 这是共和党仍然可以利用的契机 确实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吸引了选民 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经济政策的短视性 有时候他们只是治标不治本 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考量 相比之下 民主党的政策更注重社会福利和长期的经济稳定 这对于那些关心未来和子孙后代的选民来说 无疑更有吸引力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选民们会更倾向于支持能够真正带来长期利益的党派 但是对于那些立即需要改变的人来说 特朗普的政策无疑更能直接展现成果 无论是税务减免还是对企业的支持 这些都是选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好处 当地的选民特别是那些保守派选民 更愿意支持能够立刻带来利益的政策 因此无论从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影响来看 两党在来海谷的竞争都将持续激烈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这场辩论中各自表达了 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来海谷着一多元文化社区的看法 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 楚天书强调民主党在基层运动中的包容性和务实性 认为该党的政策更能针对当地选民的实际需求 并且随住社会和文化变迁 民主党将更具是硬性 他指出 阿伦敦是长途尔克的成功 立正了民主党的策略 可见 楚天书的论点围绕着一个核心 即民主党的长期政策 更具可持续性 能够为选民带来稳定的利益 然而 谢琪琪则反驳了楚天书的观点 强调保守派选民的存在 及其对经既稳定的重视 他指出 特朗普所主张的强势经济政策 能够迅速见效 这对于那些面临经济困境的选民来 说是巨大的吸引力 他的利润有效地指出了 当前选民在选择政党时的实际需求 即希望能够看到眼前的改变 而非长期的理想 在这场辩论中 楚天书的理想主义 与谢琪琪的现实主义 形成了强烈对比 楚天书的论述纵然有理想和前瞻性 但缺乏对当前选民情绪的敏感把握 而谢琪琪则深刻理解了选民的急迫需求 虽然她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 忽视了长期政策的重要性 总结来说 这场辩论凸显了政治竞争中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 一方面是民主党追求的包容性与长期利益 另一方面是共和党所强调的及时经济成果 两位变手的交锋 不仅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的分歧 也引发了我们对未来选民选择的思考 在这样一个多元和变迁的社会中 无论是短期利益还是长期政策 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关注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